娱乐圈迎来了最强烈的地震 赵薇被从整个网络中删除 相关作品瞬间全部倒下 速度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有网友发现 8月26日晚 赵薇在平台上的作品突然无法搜索 包括火爆的《还珠格格》 在参演人员钟灵心如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后面分别为范冰冰、苏友鹏、张铁林、周杰 甚至赵敏芬都排上了演员表 但赵薇的名字没有了 后来经过仔细清点 赵薇的所有的作品被摘牌 包括《情深深与萌萌》、《精华烟云》、《画皮》 《虎猫和虎霸》等以及电影《花木兰》、《港炯》等 记者搜索赵薇发现 优酷app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结果位于显示 爱奇艺app也表示 由于相关法律和政策 无法展示相关结果 这不仅仅是某个平台的情况 整个网络的视频平台 都无法搜索到它的名字 这让大家一脸困惑 毫无预兆的这一动作 让大家大吃一惊 而就在视频网站将赵薇除名的同时 社交平台上有认证用户发文写道 ZW怎么了 我们平台刚才审核 把他划分为劣迹一人了 之前都还好好的 然而 可怕的事情并不止于此 没过多久 一些网民就发现赵薇的抄话被关闭了 除了他的个人社交平台账户 其余的都不见了 事发当晚不仅赵薇 随后 郑爽 张恒 霍尊的抄话 也被封号 而很多网友们不清楚情况娱乐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我来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赵薇的事情 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一方面 由于其公司艺人张哲涵的事件 被网民发现赵薇也有亲日行为 早在2001年 当赵薇第一次走红时 他就为曼哈顿的时尚杂志 拍摄了一组照片 这在网民中引发了很多讨论 很多人注意到 赵薇带着一条日本军旗方巾 事件发生后 赵薇发表了 关于佩戴日本军旗的五点声明 但这并没有平息事件 反而在互联网和读者中 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和批评 没过多久 赵薇就向公众道歉 此后他在媒体上多次 就此事向公众道歉 然而 该明星的此类行为 在当时并未受到相关处罚 20年后的今天 一些网民再次回忆起这一事件 当然 这可能不是赵薇被除名的全部原因 据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 赵薇倒台的背后是资本 近年来 有一些人被邀请去喝茶 赵薇也参与其中 所以随着背后的资本的倒台 赵薇也被调查 事情至此 很多明星对赵薇也开始避嫌 杨子 杨幂 李冰冰迅速在网上删除了 相关内容和合影 包括黄晓明在内 也清除了所有与赵薇相关的内容 甚至有消息说 该圈子现在无法联系赵薇本人 包括据说可能已不在该国的王妃 究竟是什么原因尚未公布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赵薇已经被列为劣迹演员 而有网友爆出赵薇旗下艺人张哲瀚 曾于2019年在乃木神社参加婚礼 早前还发布过在晋国神社前的合影 2021年8月13日 张哲瀚发文就近日争议事件道歉 今天我为曾经无知的自己而羞愧 更要对之前不当行为深刻地道歉 而与张哲瀚签约的各大品牌商也纷纷节约 淘宝更是表示不再聘用张哲瀚担任淘宝官方能量官 2021年8月15日 网易云音乐 QQ音乐纷纷下架了 张哲瀚所有音乐作品 个人首页显示歌手不存在 此外 优酷平台的《山河令》观看页面 也将主演张哲瀚的名字删掉 郑爽也是在前段时间 爆出来偷税漏税事件 日前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查明 郑爽2019年至2020年 为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元 偷税4526.96万元 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 并依法做出对郑爽追缴税款 加收支纳金并处罚款 共计2.9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有网友发现郑爽超话已被关闭 腾讯视频和乐视已经下架郑爽主演的《古剑奇谈》 优酷下架郑爽主演作品 微微一笑很清诚 8月12日午间时分 霍尊与陈璐事件又有了后续文中 陈璐依旧是语气克制 但流露出的伤感与委屈不言而喻 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 也成为陈璐正式告别九年恋情的特殊仪式 文章最后 陈璐也表示 不管结果如何 自己的太阳明天都会照常升起 同时霍尊在各大网站上的试听作品 也同时被下架 我不得不说 今年8月 娱乐圈真的翻了很多人 初步统计 已经有十多位明星陷入困境 吴亦凡 霍尊 张哲� 吴亥 前锋 田园 赵丽颖 田蕊 郑爽 高晓松 张恒 赵薇等等 有些人是违法的 有些人是不道德的 有些人是职位问题 总之 所做的事情让人不敢想象 人的前后 两张脸 最近 各大官方媒体已采取行动 不仅点名批评教育 还采取行动 例如 对明星艺术家进行艺术和道德培训 例如让明星艺术家签署艺术和道德沉默 但这些行动并不是最有利的措施 8月27日 中央网络信息办公室终于采取了行动 针对犯圈混乱问题 做出了重要指示 可以说 这一次不仅仅是空谈 而是付诸实践 整顿演艺圈 中央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通知提出了十大要点 取消所有名媛艺术家 取消所有涉及名媛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 严禁添加或变向在线个人名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 优化调整排名规则 不设置诱导粉丝上榜等相关功能 严格规范明星机构 管理粉丝群账户 严禁呈现互私信息 清理违规板块 不要诱导粉丝消费 加强节目设置管理 严格控制未成年人的参与 规范应资助的募捐行为 不得不说 娱乐圈确实需要整顿 不仅是艺人对自身义德的要求 年轻粉丝追星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赵丽颖就因为粉丝事件在网上被曝光被禁言 最后不得不道歉 归根结底 是粉丝对明星的非理性追求造成的 所以 为了年轻人的未来 为了娱乐圈的健康发展 这个时候应该好好整顿一下 那些触犯法律 丧失道德的艺人 应该一刀切砍 断绝复出的念头 这也是对其他明星的警示 对平方的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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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顿的阻 sprayed